大家好 欢迎来到会员看中国 我是善语 美国大选引起中国商人的极大担忧 因为川普在大选时承诺将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60%到100%的关税 要把中国的商品拒之于美国市场之外 美国那边还在竞选 中国却抢先动起来了 各商家工人们熬夜加班 工厂抓紧发货 都希望在川普正式上台前把货物运送出去 男生说 现在是晚上11点半 出口北美市场的衣柜门 折叠门还在装货柜 传奇已经订单加急了 工人们在加班加点 男子说 工厂是越做越难 唯一还好的就是出口的贸易 但是川普一上台 这个出口生意也难了 感觉未来这几年都不怎么乐观 女生说 如果11月份川普上台 国内的很多工厂将面临着没有订单 你说再加20%的关税 你怎么做呀 根本做不下去呀 很多现在国内的工厂 比方说 服装的纺织都大量的往非洲来考察了 他们比较看好非洲 就是因为一旦川普上来 大量的企业都往东南亚非洲跑 一些出口商表示 现在不发货 接下来就发不出去了 有些商家在川普当选后就已经收到客户要求暂缓发货的通知 根据中共海关总署11月7日公布的数据 中国的10月份出口增长了12.7% 达到3,091美元 增长幅度高于9月的增幅2.4% 也超出了中国万德信息预期的5.5% 和路透社的经济学家预测的5.2% 中国的10月出口创两年来的新高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数据显示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上个月同比增长了8.1% 而对欧洲的出口则增长了12.7% 分析认为 在美国大选前景还不明朗的时候 川普的关税战略已经让中国的工厂业主和官员感到不安 预估这些关税将影响每年约5000亿美元的出口额 中国的商人为了减少损失已经抢先行动 加速将库存出口到主要市场 一些经济学家称其为库存转移 美国大选落幕 川普大获全胜 这对于中共来说无疑是最坏的消息 这项对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的承诺 就像一把利剑悬挂在中共的头上 让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坐不住了 因为他威胁到习近平倡导的增长模式 这套模式的核心就是加大力度发展制造业 并通过出口让中国经济走出低迷 除了抓紧发货至北美外 一些商人担心川普上台也不会对中俄的密切合作置置不理 也抓紧机会向俄罗斯发货 据报道10月份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额 112.5亿美元创月度的历史新高 出口同比增长24.4% 为去年11月以来的最快增速 很显然中国在第四季度之前出现大量的提前出口订单 主要是川普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真实 今年6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大幅度扩大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计划 任何与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进行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将被视为直接与俄罗斯军工基地合作 今年9月前任的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在卸任前也公开的警告中共 如果继续为乌克兰战争火上浇油 必然会对其自身的利益和声誉带来不利影响 10月1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新任的秘书长马克里特重申 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 警告中共支持俄罗斯需要承担后果 但中共表面上似乎并不是很在意 10月16日在上海合作组织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的高峰会上 中共和俄罗斯宣布了深化贸易、投资、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计划 10月底中共的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俄罗斯外交部部长安德烈·鲁登科 在会谈中王毅重申中俄之间的牢固关系不会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 关注中美关系的专家认为川普再次走进白宫 中共的噩梦也随即开始了 川普上台毕竟会对华贸易问题入手 从而解决很多悬而未决的国内外问题 中国著名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正文表示 川普经过四年的思考和酝酿目标更明确了 人员更齐整了 下手可能会比上一次更狠 幅度可能会比上一次更大 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称 在过去的一年里 美国和中国一直设法管控两国之间的竞争 使世界觉得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不会升级为冲突 但前总统川普重返白宫 则有可能颠覆这种微妙的平衡 川普作为一名政治人士的标志 是在他的不可预测性 川普曾称赞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是一个棒极乐的人 但舆论普遍认为 中国政府可能已在川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后 领教了川普的手段 不管川普嘴上怎么说 川普都打算与中国展开更加激烈的竞争 中共感觉到未来的日子不好过是有原因的 关键是美国的两党在对抗中国上意见一致 尽管川普曾用贸易战增加 美国对台支持的做法 开启了一个竞争的时代 但这种做法在拜登总统任期内并没有改变 但过去几年 习近平却变得更嚣张 为了对抗拜登政府 中共不但指责拜登政府不公平的遏制和压制中国 还声称美国与其亚洲的盟友和伙伴们不断的深化安全关系 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晶片等美国技术 以及利用制裁来惩罚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习近平高调向世界表达了中俄关系无上限的决心 并以实际行动支持俄罗斯的侵略战争 在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问台湾时 中共当局更发出武力威胁 令美国军方大为紧张 在美国与台湾加紧关系后 中共加大了在台湾周边的军演的力度 包括最近的一次模拟封锁的大微网环台军演 2023年初 中共还派出侦查气球 飘至美国上空等等一系列挑衅动作 但随着美国大选走向尾声 中共紧张了开始为应付美国不确定的新政府做准备 首先在过去的几个月 中共有意取悦美国盟友和伙伴 比如中共不惜做出巨大妥协 与印度达成了缓解边境紧张局势的协议 中国为缓和关系在北京 接待了英国和日本的高级官员 中国还取消了限制澳洲葡萄酒和龙虾 等主要产品进口的做法 据接近北京决策层的人士透露 中国领导层正在考虑 对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实施降低关税 签证豁免加大中方投资和其他的激励措施 以抵御中国经济可能遭受的冲击 以及企图达到分化美国盟友 甚至顾虑美国的目标 其次在最近几个月 中国取消了对来自约20个国家的旅行者的签证要求 包括澳大利亚 新西兰 丹麦 奔兰和韩国 也没有要求这些国家立即采取对等措施 在大选前的一个月 中共党媒一面倒地站在了川普一边 试图向川普示好 中国还一直在加倍努力实现技术自主 在研发国产高端晶片上投入了数百亿人民币 中国也在持续地加强军事建设 不断向世界展示最新的武器 为了自我安慰 刷存在感 习近平选择在美国大选当日视察了中国的金锐空降部队 这支部队曾接受过解放台湾的训练 舆论认为中国虽然接受住了川普的第一个任期 以及拜登政府的考验 但很难抵挡川普的第二任期的打击 中国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采取的绕道贸易与货币的贬值等措施 对现在房地产崩盘和消费者信心疲软的中国来说 效果很可能都有限 面对在新一轮的贸易战 中共已经没有那么多可反制措施可选择 中共试图调整策略应对川普当选 但基于欧盟对北京的立场近年来日趋强硬 目前又因中国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俄罗斯而恼火 欧盟认为这场战争对其自身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此外包括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在内的美国 在亚洲的盟友也对中国这个强势的邻国越来越警惕 因此中共的新措施被认为很难奏效 中共对川普的恐惧可以从一个微小的举动中窥见一斑 在美国大选的前一天 中共央视旗下的短片频道小央视频在微博上发布 烧钱的游戏一条影片看懂美国大选 钱都花在哪了 抹黑美国选举制度 在确认川普当选后原影片下架了 6日傍晚在央视的微博上重新上载了简纳版 标题改为美国史上最贵选举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表示 中共早就对两位候选人做过研究 觉得川普当选得罪不起 故马上撤换 评论认为 如今不管中共怎么表现 中共的好日子应该走到尽头了 川普不可能会放过中共 北京之春的杂志主编胡平认为 毫无疑问 川普一上台 贸易战就会开打 资深的时日评论家冯志强表示 川普当选后可能会发起对华更全面的经济对抗 如关税壁垒 制造业回归 推动民主阵营的产业链整合 这些举措都将使美中关系 不仅仅是两国的经济互动 而是国际阵营间的对立 冯志强表示 随着西方民主联盟的重新整合 美国可能会联合更多国家围堵中国 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遭遇更严重的孤立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6日出炉后 各国领袖纷纷抢在第一时间祝贺当选人川普 备受关注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则在7日向川普祝贺 同时也向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发出了隐晦的警告 告诫其不要与中国打新的经济战 习近平说 历史遭使我们中美核则两立 斗则俱伤 冯志强对此认为 中美核解的可能性不高 川普的立场会更加强硬 2018年初 当川普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迫使北京方面改变国家主导的经济行为时 中国每次都以牙还牙 认为这位商人出身的总统最终会做出让步 随着而来的针锋相对的行动升级 在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 美国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 平均从3%提高到12% 但在新冠疫情期间 由于美国消费者直接从政府获得补助 加上人民币大幅的贬值 让中国商品在海外变得更便宜 中国出口商还是从美国强劲的需求中受益 据经济研究公司龙州京讯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 与川普的第一届政府征收关税前的2017年相比 中国出口额增长了60% 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也上升了2个百分点 据一些共和党的策略师表示 川普一旦宣誓就职就可能开始兑现他的承诺 重点将放在中国未能完成遵守2020年 美中签署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上 这项协议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将美国商品和服务的 购买规模增加2000亿美元 根据该协议 美国有权对中国不遵守协议的行为加征关税 习近平非常清楚川普再次上台 肯定会对中共不执行协议进行处罚 中方一边表示愿意在新一届川普政府上台后 与其展开对话 一边也抓住机会笼络美国的传统伙伴 以便在与美国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 为自己争取时间和筹码 如今的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 几乎不会有任何党派分歧可言 习近平想要分化 欧洲和美国关系都是痴心妄想 因为今日的欧美在中国问题立场其实相当相近 不容易与川普有摩擦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贸易官员为了让欧盟放弃 对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做了最后一搏 尽管如此欧盟在今年秋季还是将这类的关税提高到最高45.3% 这也是欧盟近期采取的最严厉的贸易措施 为了避免被征收关税 北京方面对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 包括可能进行新的投资 以及威胁对欧盟商品征收关税 一些分析评论认为随着川普走入白宫 习近平的任何防备举动都是徒劳的 未来四年如果真的想美中关系有所改善 无论是香港台湾南海等问题 还是贸易逆差问题 习近平都必须有实质的让步 不能只搞小恩小惠 毕竟川普是个强人 没有实质退让的话 美国和盟国共同向中国施加的压力足以令中国莫顶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认为 川普在此入主白宫 对中国的科技打压恐怕会越来越严 除了加税 甚至可能取消对中国的正常贸易待遇 也就是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王勇认为 未来美国可能采取更多与中国脱钩的措施 对中国的经济产生较大冲击 当下的中国 中国政府 虽推出了旨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刺激措施 却已经无力让经济复苏 而投资者也感到悲观 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1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第三季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直接投资负债减少81亿美元 这项衡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指标在今年前9个月下降130亿美元 报道说 过去三年外商在中国投资的下滑源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以及中国国内企业在汽车等行业的激烈竞争 今年剩下时间若持续这种下降趋势 这将是至少自1990年开始有可比数据以来首次的年度FDI禁流出 今年已缩减部分中国业务的外企包括汽车制造商 日产汽车和福斯汽车以及科尼卡美能达等其他公司 此外日本智铁7月表示将退出在中国的一家合资企业 而IBM则正在关闭在中国的研发部门影响约千名员工 上海美国商会主席高博表示 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是上海美国商会成员最担心的问题 这使得规划大型投资变得困难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辛博指出 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 中国官员低估了这位美国领导人 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他的做法 但他们应对他的第二个任期有更多的准备 凯头宏观中国经济学家黄子纯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我们预计中国未来几个月的出口将保持强劲 至于川普加征关税的影响 预计明年下半年才会出现拖累中国出口的影响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